关机还原设定 那目前我们的系统采用的是关机还原 在系统程式机里面,系统工具里面有一个关机还原 为了上课方便,我们习惯让我们的系统 从开机之后就会还原 那我们不在开机的时候做 是为了节省开机的时间与效能 那因为关机的时候我们只要把电脑关掉 虽然多花一点点时间 并不影响我们的操作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你要操作的时候 请你把身份切回teacher身份 一般user是没有权限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变成teacher之后 请你点选系统工具关机还原 或者是在dash里面 你输入user 输入recover 还原这个关键字 不管哪一个方式 你启动程式之后 他首先会问你root的password 输入root的password 之后他会问你 你要采用的原则是什么 不管解除或者设定 我们都在同一支程式 如果你还没有设定 所以你选择解除的时候 你会没有身份可以选择 我们选择解除还原 那现在看得到的是 我这一台电脑已经设定 学生关机的时候会还原 你可以把它解除掉 一下子他就会帮你解除掉 那你可以解除掉之后 你可以把学生的切换成学生的身份 去操作学生身份所有的设定 包括你要改的增加的减少的 做完之后再回到教室身份 记得学生要登出 再回到教室身份 再启动一次这一支陈胜 好,一样你选择我要设定 开机时还原 确定 接下来他问你要哪一个账号 目前我们建了两个账号 当然我们要还原的是学生 如果你要还原老师的身份 也是可以 选择确定 那接下来经过一连串的等待 大概一至两分钟 他会帮你把学生的 资料夹的资料全部备份完毕 在关机的时候 他会进行帮你做复原 等你下次开机就是正常的 好,这样系统关机还原就做完了